诸佛正方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我以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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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是到哪里的话,我们已经交到了从本性或者体质而分出来的正因嘛,对不对? 我们分出来,在正因当中它有分出六类,和第一个大类的话也是最重要的。 也是统设了所有一切的正因来讲的话,是从体性上面来讲。 可以简单一点来跟大家介绍的话呢,我们可以说什么? 它是不是分出了果正因、自信正因、不可得正因三者。 可是我们目前来讲呢,只有在介绍到果正因的这个部分。 它比较容易可以了解到果正因的是什么? 我们要记住了是不是? 所谓的正因是什么? 正因是要一个论事或者一个原因,它同时符合了三个条件嘛。 就是中法、同品片、异品片。 而在果正因的这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它是,是不是两个条件,我们上次说了。 第一个条件它是以一个成立的正因。 什么叫做成立的正因呢? 是它所要证明的,或所要的那个成立法是什么呢? 它所要证明的那个直接的成立法是什么? 是我们所谓的遮剪跟成立二字当中是成立法。 应该因为这两个词很像,大家很容易误会。 我来再讲。 它所要证明的是什么? 我们思维一下的话,我们套用例子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譬如说,声音为例,是无常,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我会说,我会叫这个正因,叫什么? 我会叫它一个成立正因。 我们为什么会叫它成立正因? 因为当然首先它是一个正因。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直接成立法是什么? 是遮剪跟成立二者里面是成立吗? 无常。 无常这件事情是成立,它不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同样一件事情,变得说是遮剪的话, 我们会用什么? 我们会用声音为例。 它不是常,因为它是有违的缘故。 这个我们就说什么呢? 虽然两者都是一个正因, 但后者我们不会称之为什么? 我们不会称为自信正因。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成立正因。 也一样,火正因的话也一样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我说什么? 我说以下面为例,有火,因为有烟的缘故。 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这就变成是什么? 这变成是一个果真因。 但是如果我把它变成什么? 我说下面为例,有不是常法的火。 因为有烟的缘故。 对不对? 不是常法的火。 因为是有烟的缘故的话呢? 这就变成什么? 这就变成不是果真因了。 这叫一个不可得真因了。 所以我们在于三种分类。 在果真因、自信真因、不可得真因。 应该也来讲说什么? 在众多的正因的分类来当中的时候呢? 这一类的分类,就从体性或自信去分类来讲的话呢? 它是把所有的正因都包含住了。 就是别的种分类我们不敢说。 不一定。 可是在这个体性的分类来讲的话, 凡是一个正因的话,一定是三者其中一个。 就是凡是正因,一定是果真因、自信真因、 或不可得的正因。 没有所谓的第四类的或第四种的正因。 这个在四量论里面,法称论师的四量论里面, 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迫制。 也是我们今天会谈到的, 就是什么的话? 我们谈到的比度因法的。 这边比较复杂。 因为这边就已经开始有牵扯到 有一种第四正因的一种的, 有没有第四正因的辩论或者探讨会来讲, 会比较复杂。 可是我们慢慢介绍。 因为我记得, 我跟大家讲的话, 我记得我在学果正因的时候, 到比度因法这个时候呢,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跟老师讲说, 奇怪好像同学们都变得很起劲啊。 可是我都听不懂他们在变什么那样子。 我花了很多时间, 这个时间大概那里面的关键, 或者在探讨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变什么, 我觉得我都没有听得很懂, 就是觉得说他们, 那老师说没关系啦, 那你就去跟他们变啦, 那大家跟你同班的话, 都差不多一样啦, 你不要以为人家多厉害啦, 因为那时候自己应该有一点, 对语言啊, 对环境啊, 什么都不熟悉, 有一点那种自暴自弃的那种, 好像觉得学不上去的时候, 老师说没有啦, 那大家都跟你差不多一样而已啦, 只是背出多一点词汇, 每一次都是由老师打气啊, 打气的时候, 和这样子学起来的话, 同样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在这边比较没有, 大家都是第一次学的话, 没有那个, 那也都是一个, 我们这边的目前的, 比较缺陷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跟一个老师学, 我们没有机会跟别的人学, 或他别的逻辑, 因为有多的老师, 多的法友的话, 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是出自一个模子嘛, 大家都有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逻辑的时候呢, 那才知道说人家的别的思维, 有没有别的思维来做的时候, 会有的时候, 所以, 这很重要在因类学的时候啊, 就不应该是, 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就我们在这边, 我发现这几年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标准答案, 大家的思维都要就是一致的, 一样要从好像说什么, 我们画的那个框框圈圈边边, 都要一样的话呢, 这就不是叫智慧了, 这就是叫你背书,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根本不用因类学了, 也不用去学法了, 老师给你写下来, 就是说你把这个背下来就好了, 你全部把那个标准答案全部背, 全部背就好了, 这不是这样子的, 我说学法的时候, 一定是经过自己的检则, 对于什么, 现前分, 隐蔽分, 等等等等等等, 检则透由限量, 透由比量, 这样子检则慢慢为自己而辨别出来的, 那好, 我们上次讲到的话, 那我们先不谈自信真音, 先不谈不可得真音, 这个我们是后面来谈的话, 果真音的第一个条件, 简单, 我们不用看经书, 用嘴巴先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 他第一个的条件是什么是, 他是一个成立的真音, 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是, 因为任何的一个所谓的正音, 不是只是说, 若有一个则有一个, 或若一个则是一个, 或若不是一个则不是一个, 没有那么简单, 他一定说什么, 一定是所要立的原因, 跟所要证明的法, 一定要有一层关系, 他如果没有一层关系的话呢, 我们这种所谓的这个, 片啊, 或者一定是这样, 他没办法成立的, 所以, 在这个东西来当中的话, 简单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是, 这一个所要立出来的原因, 跟这个论识里面所要证明的法, 它中间一定要有一层的关系, 不管是我们在色列学里面讲的, 不管它是所谓的, 同体性的关系来讲也好, 或者是它是一个重生性的关系来讲也好, 总之, 再怎么样的话, 它中间也一定要有一个关系, 所以是我们在色列学的时候, 在这边我们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在建立说什么, 什么叫做同体性的关系, 什么叫做重生性的关系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在这边的, 看, 我们知道有重生性的关系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就应该是要什么, 一定是有因跟果吗, 是果与这个因有一个重生性的关系, 但是什么, 因跟这个果是没有重生性的关系吗? 其实我们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有没有略略记住那个色列学来讲的话, 我们会说什么, 套用例子来讲的话, 什么是烟跟火是有关系的吗? 可是我不会说火是跟烟有关系的, 为什么来讲的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它的定义, 或者它的标准什么是, 烟跟火是体性是义的, 而, 什么, 如果是透由遮止掉火的力量, 可以遮止掉烟吗? 我们如果知道的话说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是嘴巴上说, 烟跟火有关系, 火跟烟没关系, 实际上是为什么这样子, 你看, 火跟烟为什么没有关系呢? 前面的条件有符合, 火跟烟是有体性是义的, 但是什么? 遮止烟的力量不足于, 或者没有力量去遮止到火嘛,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 是先有火才有烟嘛,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先有火才有烟的话, 根本火的力, 可不可以遮止的关键不在于烟了嘛, 纵使没有烟, 烟不产生, 也不足够, 或者也没有能力可以说, 火就一定要被遮止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烟跟火是有重生性的关系, 但是火跟烟是没有重生性的关系, 这个我们今天都会用到, 特别在果正因的时候, 每每每每是不是都要有一层的关系, 不管是我们直接立出来的, 比如说烟跟火, 或者乃至说什么, 它是偶然而生, 跟与自己一定要有先行的因, 对不对? 我们说, 我们不管是用举您一个例子也好, 或者是从总的来讲也好的话呢, 它都要有一层这个关系, 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来讲, 没有这个关系, 这个因正因是不成立的, 好, 这是有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呢, 那果正因的条件是什么, 是它是一个成立的正因,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是但是要什么, 有可能性这个正因论式的因, 原因喔,原因, 因为我们中文很像, 我会, 这个原因跟它的成立法, 有可能性是因跟果, 或者有这样子的例子, 不要说有可能性, 是有这样子的其中的例子说, 这个论式的原因跟成立法, 有一个因果关系产生, 为什么这个关键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到, 可是我们没有提到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因为我说, 例如我们举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 就是什么, 大家以后立出来果正因的最标准, 就像我们说什么, 正因的例子是声音为例, 是无常, 是有为法, 现在大家应该在这一年当中听到我, 我这样子无数次的这样念来讲, 以后说什么, 那果正因的例子, 第一个要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以经书来讲的就是什么, 就是有焉山上为例, 有火, 又有焉的缘故, 这就是最标准的, 或者这是标准答案的, 或者我们来想的说, 那是, 这个也在佛经上面有讲到了, 它立出来的, 这在什么, 在我们说, 在《始法地经》里面, 它说什么, 它最明显, 可以立出果真意, 我们在佛经上面没有看到说, 以什么什么为例, 是什么什么, 因为什么缘故, 这在佛经上面没有看多, 可是有什么一句说什么呢, 它说, 就如同是由焉, 而能引生出火, 如从有说什么, 有水鸟在九盘旬, 在天空这样盘旬, 可以推出是由水一样呢, 我们透由什么, 我们透由菩萨的特殊的身体, 或者说语言的这个行为, 我们可以推出说, 菩萨的内心有这样的功德, 有这样的一句话来讲的话, 在《始法地经》里面的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果真意, 像我们说什么, 刚刚讲的, 例如, 因为我上次没有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适量论的这边刚开始, 大部分都是用欲, 用初分的欲, 大家以前也都会问我说, 你看我们为什么, 学色类学都要从颜色啊, 或从什么的话, 这不是说跟着跟我们有什么太大的, 学法的有关系, 但是什么, 它是初分的欲, 用这个欲要来表明, 以后学的法, 同样, 这边是用什么, 用两个欲的果真因, 要来表明出, 两个真实的要证明的果真因, 两个欲的果真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烟山上为例, 有火, 因为有烟的缘故,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它说, 具有三种特征的那种平陵, 或者圆陵为例, 有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水鸟是长期盘旬在这个上面, 来做这个来讲, 这来推理说什么呢, 它说, 例如说, 安住在于嘉行道的菩萨的心绪为例, 它是具有说什么, 它是具有大方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观看到众生的痛苦的时候, 不自主说, 身体起那种鸡皮疙瘩, 和不自主的掉眼泪的缘故的时候, 透过这种外在的表现, 我们知道这个菩萨有, 内心有这种大方便的, 那还要说什么呢, 我们说, 以例如在嘉行道的菩萨为例, 它心绪当中是具有大智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伸缩出空性的道理的时候, 是透由无量无边的这个正理, 而宣缩出来的缘故, 透由这个欲语的表现来讲也好, 透由生的表现, 是不是这是果报了, 透由什么果报呢, 透由它内心的正量的功德, 有内心的功夫, 才有办法在于说, 身体上才会有这些的, 不管是声也好, 语也好, 会有这些的表现, 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果正因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任何的一个果正因来讲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论识当中, 所立出来的这个论识呢, 它的因, 跟这个其中的某一个成立法的话呢, 一定是要有一个因果上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只说, 其中某一个一定要有, 而不是说, 就是一定是因果关系的时候呢, 大家还记得, 我们刚开始在学果正因, 我没有给大家马上讲一个答案, 可是我们今天, 大家思维了一下, 我们说什么, 以烟山上为例, 或者我用简单一点, 我就下面为例, 有火, 因为有烟的缘故的时候呢, 这个论是, 所要立出来的, 所要证明, 所要成立的法, 是不是可以分为两个吗? 我们是不是以前跟大家讲的, 它分为两个, 有分为什么? 有分为火, 更为分为火是有的, 这两个都是, 这个成立法来讲的话呢, 当然, 烟, 只有跟这个其中一个是有因果关系, 是谁? 是跟火有这个关系, 那, 为什么我们就是为了来讲说, 它不能说一定有因果关系, 为什么? 因为当火焰跟火是有来做这个比对来讲的话, 有没有关系? 有, 有, 但是什么? 它是一个重生性的关系, 不是, 它是一个同体性的关系, 它不是重生性的关系, 因为它不是, 它没有这个因果法则了, 大家会说, 那, 好,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立出说, 有火也是其中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不立出这样子, 有什么过患? 同品片跟异品片就不成立了吗? 对不对? 我说, 同品片跟异品片就不成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不立, 不立火是有的, 是为直接的成立法, 火是没有为这个论事的直接的遮前法的话呢? 那变成说什么? 这个论事的成立法是谁? 是火。 这个论事的, 要遮止的法是什么? 是, 不是火了。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不是说, 烟是存在于, 不是火这一方, 而不是存在于火的这一方吗?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烟本身又是不是火, 和它跟不是火也有共同的例子吗? 对不对? 我又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又既是烟, 又不是火, 和烟本身也不是火的时候呢? 我没有原因说, 烟不存在于不是火这一方。 应该说, 烟是存在于不是火这一方。 还有, 所有的原因应该说什么, 烟是不存在于火这一方。 不是说烟存在于火这一方的吗? 但是, 我们, 如果, 同品片要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条件是说什么? 是, 第二论, 第二论, 第二论事者有证明此因是唯有存在于证明此论事的同品这一方吗? 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 在同品片的时候, 他一定要证明说, 或者这是一个正因的话, 这个人是证明了此因, 不仅仅是存在于同品这一方, 而是只有存在于同品这一方。 他也要证明说什么? 是, 此因是完全的不存在于此论事的异品吗? 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说, 这是同品片跟一品片的关键,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立出来这个论事的时候, 他是说, 我们当然火跟有火二者都是在这个论事的时候呢? 可是, 有时候会用有火来立为同品, 也是主要的。 没有火是, 也是他主要的所要遮止的。 可是, 在证明有火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顺便也证明了火这件事情。 也证明了火这件事情。 所以, 这个变成是说什么? 很关键的来讲的话, 两边都要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会说, 什么叫做一个果正因? 就是, 他是用简单的, 我们不用那么复杂的那个定义, 我简单的来跟大家讲的话, 是什么? 就是说, 他是一个成立的正因, 而且什么? 他的因跟此论事的成立法, 其中或者有那种重生性关系的, 有可能性, 或者不要, 因为有可能性这样子来讲, 其中当中一定有重生性的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论事来讲的话, 这叫做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果真因。 所以, 他不是一定有重生性的关系, 就是, 我不是说所有的, 一定就是重生性关系, 他可能有同体性关系, 可是其中有一层, 是重生性关系的话, 和他就是成立正因的话,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果真因。 那, 自性真因, 我们就反过来, 我就知道他什么? 是不是? 自性真因也只有一个可能, 他也一定是成立正因, 但是什么? 死因跟这个论事所要证明的成立法, 只有, 只有同体性的关系的那个正因的话呢, 叫什么? 叫自性真因。 当然, 前面是, 它是以一个成立正因为先前的条件。 而, 所谓的不可得正因的话, 就更容易了, 就是说什么? 我们知道, 此论事是一个遮浅正因。 不管它是, 因跟成立法是, 同体性的关系也好, 或者它是重生性的关系也好, 这都是, 没有次要的, 只要它是一个所谓的遮浅正因的话呢, 它就叫做什么? 它就叫不可得正因了。 所以, 也是这个关键,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把说正因是从, 体性, 或者从本质上去分的。 就是, 此因, 跟这个论事的所要证明的成立法, 是有同体性的关系, 还是重生性的关系, 等等的, 从这个方面而去做区分的话呢, 所以我们才会叫做本质, 从这个本质也分出叫, 果正因, 自性正因, 不可得正因。 好, 这是我们应该说, 大家上次我们学习的关键, 到目前的很大的关键在这边, 和有保持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果正因, 我们那时候的辩论或什么, 都是为了只是让大家对果正因更多的了解, 或者去思维。 可是, 如果可以保持刚刚以上所说的这个来讲的话, 已经就抓住到果正因的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和我们今天应该是要介绍的是什么, 是彼渡音法。 彼渡音法的果正因。 和彼渡音法的果正因, 我还没有介绍前的话, 我们先要有两个调, 或者两个音, 在同时。 因为, 说实话来讲的话呢, 这应该是我最后做整理, 我发现我以前不懂的时候是什么, 或者常常辩论的时候会不清楚是什么, 是, 实际上也是这个, 是, 两者是说想要辨认出两方, 就是法身论师跟自在论师, 他们要辨出是同一个东西, 是同一个果报, 同一个要辨出来的东西。 但是什么呢? 他自己立出来的条件, 他好像说什么, 讲的好像是一个东西, 可是实际上立出来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常常讲所谓鸡同鸭讲的那种, 感觉有一点是说, 好像我们在讲同样的东西, 可是找出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因为, 怎么来说呢? 因为, 现在的, 我把这个整个背景, 或者整个辩论大家了解才比较知道说什么。 因为他的, 立出来的辩论是什么, 是, 自在论师会认为说什么, 你们刚刚讲的, 陈那菩萨, 你在, 英明的极论当中说, 若是英, 一定是三者其中一个的话呢, 他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疑惑。 他起了一个很大的疑惑, 说什么, 他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以, 比如说, 呃, 在嘴巴里面的时候, 我有糖粒, 我含着糖粒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出有糖的颜色, 或者糖的形状了, 已经, 因为他已经在嘴巴了嘛, 已经在嘴巴。 嗯, 这个后面的辩论, 我在跟,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 我想说, 我们先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底子之后, 我再把, 后面的辩论再跟大家, 更细微的辩论跟大家讲的话。 他说, 那嘴巴上有糖粒的时候呢? 那我们怎么证明说, 嘴巴里面这个糖也是有颜色, 有形状呢? 他说, 那, 靠油, 因为你看, 我们是不是没办法用限量去了解了。 就像, 你看, 我一般我不太喜欢, 我应该说我从来没有, 讲科或嘴巴含, 可是今天有含东西是, 因为我有点咳嗽, 可是, 我在这边含着这个喉糖的时候, 它慢慢慢慢再融化, 慢慢再融化, 我一定知道说, 嘴巴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 可是, 嘴巴里面这个东西有形状, 有颜色, 我看不到啊。 是不是, 颜色跟形状, 我是用透油颜色来判别, 我是怎么去辨别说, 这个东西有形状, 有颜色, 我是不是透油味蕾, 我可以用限量去了解这个味道的时候呢? 那, 大志在论师, 他也蛮聪明的, 我说这个来讲, 他说, 那应该是透油, 因为这个糖粒有味道, 我就推出说, 这个糖粒也有颜色的, 在嘴巴上面来说, 所以他说, 那你伸出来这个, 嘴巴上面的这个糖粒上面呢? 它是有颜色的, 这个笔量呢? 它不是依靠着任何三音而伸出来的, 他不是透油果正音, 也不是透油自信正音, 也不是透油不可得的真音, 为什么? 因为他是透油说, 嘴巴上的糖粒为粒, 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是不是? 你看这个音, 他说, 这也不是果正音, 也不是自信正音, 也不是不可得的真音跟不可能, 不可得的真音不可能, 为什么? 他是成立音吗? 不可能是自信正音, 为什么? 因为糖粒跟糖色是, 体性是异的嘛, 那又不是果正音, 为什么? 因为糖粒跟糖色跟糖味是同时间有的嘛,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只有第四个音啊, 它这个第四一个音也是正音, 因为它可以伸出一个笔量, 它能伸出一个笔量, 所以你们说的正音, 只有三个正音, 那是不正确的, 那是错的, 我认为说有一个第四种正音的, 是不是? 就是它的, 这是大自在论师的认知, 它来讲的时候呢, 因为以辩论的, 或者以它的提议或是什么, 是陈那菩萨为第一个把音名, 立出来, 清楚地立出来, 但之后大自在论师是直接陈那菩萨的学生, 但是它没有完全了解陈那菩萨的奥妙, 或者说音名的奥妙来讲的话, 是什么, 是到之后才有法真论师, 所以之后大自在论师, 把很多自己的疑惑来讲的话呢, 法真论师是说, 不是不是, 是你根本, 你误会了陈那菩萨的论点, 不是陈那菩萨错, 是你自己没有了解到陈那菩萨的这种说法, 所以到什么呢? 法真论师就说, 对, 实际我们也可以伸出舌上的糖粒有糖色, 它也可以伸出一个比量, 可以伸出一个比度, 可是不需要依照你所说的这样的方法伸出来, 你所说出来的这个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说出生起, 正德, 舌尖上的那个糖粒有糖色的比量的所依的正因, 就是什么, 我们大家有了解, 我大概这个前面来讲说什么, 是不是, 现在的两方的辩论, 或两方的质疑, 都是质疑说什么, 那, 舌尖上的这个糖粒, 可不可以证明出, 或者能不能证出说, 这个糖粒是有颜色, 有形状的这个比量, 这个比量能不能伸出来, 如果这个比量, 这是它两边共同的, 两边共同是说, 我们都可以伸出一个比量, 因为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现在吃猴糖, 我根本没有办法用眼睛, 或者用限量看到这个颜色, 我只能用什么, 我只能用比量嘛, 我是不是只能用比量来去证明说, 诶, 对, 的确我的嘴巴里面有颜色, 有形状, 我是用限量的这个的味觉, 来了解之后而推理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共同, 两边是认为说, 要证明嘴巴上的这个糖粒, 是有糖色的这个比量呢, 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 或者有了解的, 这是果报, 可是什么呢, 它的辩论虽然是这个, 它的辩论是说, 这个比量的所依的这个正因, 是我们大家共同认为说, 是不是三个正因里面, 还是第四个正因, 可是你说举出来, 举出来的时候呢, 两边就说各自说各的, 大家不要, 我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大家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这个我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记得每一次辩论的时候都常常搞混, 我已经把很多的这个结果之后, 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跟大家吐的时候, 是说什么是, 那你在这时候说什么, 这边大家,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还记得我在立宗的时候, 隔西要去做那种整夜的辩论的时候, 他们辩的时候就是辩这个的时候, 我就是立出这个答案, 他们就每个人都觉得说是匪夷所思的, 或者说怎么会回答这样子, 可是这个是长期回答, 跟长期跟辩论, 跟长期跟自己的那种同行善友, 跟老师所思维的, 这个之后才知道说什么, 是, 我们这边来讲说什么, 是, 两个论师, 自在论师跟, 大家可以说自在论师跟法称论师, 共同在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到哪里可以说, 笔量, 有伸出笔量,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这个笔量, 是不是大家如果要记住, 笔量一定是说有什么, 一定是透由正音而伸出来的吗, 这是共同的, 所以, 两个都说什么, 有一个可以证明出, 有了解, 舌尖上的这个唐力, 是有唐色的这个笔量, 这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 有它的正音也是大家讨论的, 可是, 在哪里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自在论师立出来的这个的正音是谁呢, 他就是认为说有唐色, 因为有唐位的缘故, 而, 法生论师说, 我们立出来的, 我不是立出这个原因, 我立出来的是什么, 经书这边讲的, 笔度因法的果正音, 我是投由笔度因法的果正音的, 这一个音呢, 我可以同时生起两个不同的笔量, 我可以生出两个不同的笔量, 自在论师你认为的那一个呢, 那根本不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正音,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了解,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后面的这个, 应该说缘由, 或者它的那种的根源, 或者这个辩论, 或者为什么会立出来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笔度因法, 我们至终所立出来的因是不是说什么是, 那舌尖上的唐位为例, 前者的唐位,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因为有现在的唐位, 因为有现在的唐位的缘故, 我再讲一遍, 因为大家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们说, 以舌尖上的唐位为例, 前一刹那的唐位, 前一刹那的唐位,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因为有什么, 因为有现在的唐位的缘故, 大家如果可以了解, 这个我们那时候, 我常常把唐色跟唐位搞混, 可是大家要想一想, 就说,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说, 我都欠缺去思维, 是到考革西的时候才开始, 真的对经书有进一步思维的时候, 你看, 它是跟现实的生活很相似嘛, 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舌尖可以尝到唐位, 是不是限量都还存在, 我那个味觉是我可以了解, 所以当然很多人会说什么, 因为我可以知道说, 色跟味, 或者香气跟味道, 或者说什么触觉跟味道, 是不能分开嘛, 是不是它是一个东西, 像比如说, 我说, 举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的颜色, 这个东西的触觉, 它就是, 有触觉就会有颜色嘛, 有颜色就会有触觉, 就是乃至说什么, 我们在经书里面, 在四量论的第一品, 它有具体的例子, 那时候辩论就说什么, 那如果在黑暗当中的瓶子啊, 黑暗当中的瓶子是不是掩饰的所缘呢, 是不是掩饰的所缘, 那个时候, 黑暗当中的瓶子, 有没有形状, 有没有掩饰, 因为什么, 因为掩饰根本看不到嘛, 黑暗嘛, 黑暗当中的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怎么去呢, 等等的话, 我是不是把第一品的东西, 我想说我都把它总结, 为大家来说的时候, 这个常常是, 在第一品里面的, 四量论, 大家以后如果有, 我们有机会看第一品的话, 它都是用这些语来做解释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说, 我们透游限量了解了糖味嘛, 那时候我记得, 我常常会说什么, 那到底, 我是要用音的时候, 我是要用糖味还是糖色, 常常搞混啊, 所以今天大家不要跟我一样, 不要犯一样的过程, 常常把糖色跟糖味搞混, 现在的了解的过程是什么, 是糖味是比较好了解, 因为我们嘴巴尝到嘛, 嘴巴尝到, 糖的颜色, 所谓的糖的色, 这边是指糖的形状啊, 糖的颜色, 是不是我放到嘴巴之后, 我就不一定看得到, 我也不一定知道了, 我说全部只是说, 我用嘴巴的味觉, 所以它是要用味觉来推出来吗? 看, 我们知道的时候, 所谓的比度, 因法的意思啊, 或者比度的因法的道理,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我们所谓的比度, 比度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记得以后, 比度的意思就是推理啊, 比度是什么? 透由正音而去了解的嘛, 透由正音而去了解, 或者说揣测的, 我去了解这个东西, 我们叫比度, 是推理出来的, 不是现前直接了解的, 不要说直接, 不是我们用现前分的, 或者我用限量的方法去了解, 我是用推理的, 我是用推理的, 这叫比度, 这个因在指什么呢? 这个因是我们刚刚讲说, 我说, 现在的唐力, 它的因是不是什么? 是前一刹那的唐力吗? 现在的唐力的因是前一刹那的唐力, 所以这是因嘛, 它的因, 它的法, 这个法是什么? 它的特征, 它的功能, 它的特征是什么? 是能生现在的唐色, 能生现在的唐色吗? 所以, 比度, 因的特征, 比度, 因, 法, 实在是什么呢? 是说, 我们推理出它的, 什么? 它前一刹那的因, 唐力, 前一刹那的唐力, 前一刹那的唐味, 它的特征是什么? 是, 那一刹那的唐味, 也有能力生出唐色。 是不是? 这是我们以前讲说, 为什么唐色跟唐味会有这个关系呢? 是什么? 它是同一个组织, 或者同一个有之当中的各别的之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说什么? 若是一者的直接音, 也一定是另外一个的直接音。 若是一者的直接音, 也一定是另外一个的直接音。 若是什么呢? 若是一者的进取音, 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聚生源。 若是一者的进取音, 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聚生源。 我们是不是以前, 我记得以前我们有讨论到这个或那样子。 可是, 大家要小心是什么? 是, 我们不是说, 若是一者的聚生源, 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进取音。 那那个没有, 不一定是要这样子的。 就是大家要记住说什么? 若是一者的进取音, 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聚生源。 若是另外一者的进取音, 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聚生源。 可是它没有符合到什么? 若是一者的聚生源, 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进取音。 没有。 若是另外一者的聚生源, 也不一定是另外一者的聚生源。 没有到这样子。 为什么?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看, 如果是堂位的进取音, 是什么? 前一刹那的堂位。 它是不是一定就是, 跟它同一个时间的堂射的聚生源。 同样, 如果是堂射的进取音, 前一刹那的堂射的话, 它是现在的堂位的聚生源。 可是我们不能颠倒过来说什么? 如果是聚生源, 一定就是自己聚什么例子。 跟两者都是它的聚生源的嘛。 比如说什么? 前一刹那的堂的香气。 它又既是堂位的聚生源, 也是堂射的聚生源嘛。 没有说, 如果是一者的聚生源, 一定是另外一个进取。 它没有到这样子。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它是符合了直接因, 共同或者相同的不同的聚生源。 就是它在同, 这个关键是什么? 是因为堂的色, 堂的味, 堂的香气, 都是什么呢? 都是堂力的聚生源嘛。 它们都属于是堂力的某一个部分嘛。 所以它的不同的之分来讲的话, 它们这些部分就会有这种的关系。 或者说, 我们举别的例子来讲, 也是啊, 比如说我说, 一个树的别的树枝, 这个树枝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两个树枝, 比如说我说, 我们一个很大的树, 它长到一个是, 一个在东边, 一个在西边。 东边的这个树枝跟西边那个树枝, 它们两个是没有关系。 可是它是什么呢? 它们都是这个树的某一个之分嘛。 它是因为这个树, 而跟树有关系。 那因为它是在这个跟这个树的同一个某一个部分的话, 我会说什么? 如果是东方的那个树枝的直接音, 也一定是西方的树枝的那个直接音。 如果是西方的那个树枝的那个直接音呢, 也一定是东方的树枝的那个直接音。 也是符合到什么呢? 刚刚讲, 如果是东方的那个进取音, 一定是西方那一边的聚生源。 如果是西方的那一边的那个的进取音, 也一定是东方的那一边的那个居生源。 它有符合到这个, 我们说在一个体系, 或者在一个有之里面的不同的之分的话, 它有这个的特色。 所以, 在这个的, 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个音, 我们说什么? 它在这个特色当中, 有透由一个正音, 可以生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比量了。 可以生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比量。 它生出了什么呢? 它透由此音, 首先推笔度的什么呢? 笔度出了说, 前一刹那的唐力,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就是, 前一刹那的唐力,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还有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 第二个比量是什么? 是, 有能力证明出有现在的唐色。 这个两个比量, 就是, 我们笔度音法的正音, 大家如果记住的话, 是什么? 我是不是说, 简单的, 我不一定是用, 经书上的一五一十说, 可是, 这个来说什么? 是, 以舌尖上的唐力为力吗? 对不对? 以前一刹那的唐位,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因为什么? 因为有现在的唐力的缘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叫什么? 我们叫, 笔度音法的果正音。 因为, 大家有可能跟我一样说什么, 乍听一下说什么, 前一刹那的唐力,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怎么会跟, 现在的唐力, 有关系, 有因果关系。 可是,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 我们说, 前一刹那的唐力,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的, 这个能力呢? 是在谁的身上? 是在现在的唐力呢? 还是在现在的唐色呢? 还是在前一刹那的唐力? 唐味, 应该对不起。 我说, 是在现在的唐味? 还是在现在的唐色? 还是在前一刹那的唐味呢?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说, 我再讲一遍吗? 我说, 你看, 就是前一刹那的唐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的能力的话呢? 这一个东西是在谁的特征, 或者成立在谁的身上的话呢? 应该我们可以排除叫什么? 它一定不是在现在的唐味吧? 一定不是在现在的唐味。 可是, 只有说什么? 只有在现在的唐色, 或者在前一刹那的唐味身上吗? 和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的, 这个能力应该在谁? 应该是在前一刹那的唐力的身上吗? 唐味啊? 应该在前一刹那的唐味的身上吗? 所以, 这一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它为什么可以说跟现在的唐味 有一层关系的时候是什么? 因为它就是前一刹那的唐味的特征或者能力, 或者我用再举例子来讲, 就像譬如说, 我前几天跟大家举的例子一样, 说什么? 你看, 我说, 火跟烟是有因果关系的一样的话呢? 可是当我说有能生烟的能力, 能生烟的能力应该是在谁的身上? 是在烟的身上呢? 还是在火的身上? 应该是在于火的身上吗? 它只是用另外一个名词, 或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描述了火吗? 就是有能生烟的能力。 所以同样, 我说什么? 前一刹那的唐力有能力, 或者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的话呢? 这个能力应该在谁的身上? 应该在于前一刹那的唐力的身上。 所以透由这样子的话呢, 它隐身了, 或者透由这个阵阴而辨别出来了两个, 或者生起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比量了。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说什么? 我们要透由推出说, 前一者的唐位有能力生出现在的唐色, 以及加出什么? 也可以推出有现在的唐色。 有现在的唐色。 大家这个, 刚开始会很复杂, 大家相信我, 我说, 我刚开始跑过, 或者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在跑很多, 又有什么唐力啊, 又有什么唐味啊, 又有唐色, 它会想一想想一眼, 它会比较容易的, 会越来越容易, 会越来越清楚。 如果可以抓到这样子的话呢, 就等于说, 把我们这边所说的, 彼渡音法的果正音的这个例子, 它要表明的, 或它要说出的, 或它想要在这边来证明的是这个。 好, 那, 透游这个的话呢, 会有几个问题。 我来问大家问题, 大家可以去思维一下的话呢。 那, 首先, 这一个疑惑, 或者, 我自己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会很多有疑惑, 不一定可以有正确的回答说什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一个论识的中法, 同品片, 一品片是不是一定要成立的。 那, 如果, 这一个论识的中法, 同品片, 一品片的, 是成立的话, 首先我们从比较容易的一个辩论去思维, 我说什么。 那, 你说这一个论识的同品片, 如果是成立的话呢, 那你前面是用什么的, 同品欲来成立的。 你用什么同品欲来成立,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 我们说, 舌尖上的唐利为利, 前一刹那的唐位, 有能力伸出现在的唐色, 因为有现在的唐位的缘故的话呢, 你要指什么同品欲来证明啊。 其实, 我在还没有, 在上现在的舌尖上, 去证明之前, 我要立出嘛。 我跟大家讲几个的例子, 或者以前的同学,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们大家都大笑那样子。 这个大家要, 我记得那时候, 我要拖一下麦克风, 大家才知道。 因为他举不到别的例子啊, 他举不到别的例子, 和我们同班同学就说什么, 他就说, 那他在舌尖很长啊, 舌尖这样很长的时候呢, 那什么, 那长到唐利的是什么, 那个舌尖上的是什么, 用针式是说, 是舌尖这边啊, 那个同品欲是什么呢, 是舌根。 舌根那边, 老师在笑说, 你要举那么烂的例子啊, 他说, 那以舌上, 舌头上面的这个例子, 你只能举说, 那舌尖跟舌根, 你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例子了, 那你只能举出, 舌尖跟舌根, 那我说, 想的时候那个, 这个同学也蛮天才的这样子, 想不到别的例子, 就觉得说, 那舌尖要分, 舌尖, 舌中, 跟舌根那样子, 这样子, 或者, 还有别的同学来讲的话, 有一个人举的说什么, 有比较好一点的, 可是这还是有问题的说什么, 他举的例子说什么是, 他说, 那如果手心, 我手中的这个唐力, 就是, 我, 因为, 我举了, 口中了嘛, 我举了舌尖, 或者, 我举了我舌头上面的这个唐力, 作为真事的时候, 我还没有了解这个之前, 我一定要用另外一个例子嘛, 对不对, 我们说, 不管是用限量, 或者, 不管是用比量来讲, 他都还是要有一个, 先有一个, 一个欲来, 证明嘛,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以前在介绍, 因内学的时候, 我说, 最终究最终究的, 的同品欲, 我们是什么, 我们一定是用限量去了解嘛, 我用限量先去, 来作为一个, 可以推出来的例子, 和在于说更, 更细微更细微, 就像我们像什么, 我们现在从, 很粗分的颜色, 声音, 下方, 山上, 作为例子, 我们用同样的这个逻辑, 我推到说以后有什么, 菩萨啊, 阿罗汉啊, 佛啊, 五道实地, 这都是我们一样的例子, 那同样, 所有所有的例子, 我们知道什么, 在佛教的这个, 所谓的因内学的时候, 他的会什么, 在甲朝街大师的解释, 也就讲到说什么, 他的源头, 也是限量, 他的最后的点, 也是限量,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间来讲的话, 比量升起, 我第一个第一个, 是不是也一定要有一个, 限量为我的标准, 怎么说, 像我们举例说, 那如果很, 即隐必分的这个东西, 是什么呢, 和空性来讲的话, 怎么做, 我不要说即隐必分, 如果是隐必分的这些东西来讲, 我第一个是用什么例子呢, 像你看我们是不是, 以前我说什么, 我说, 那比如说声音为例, 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例如说什么, 大家还记得我们举的例子, 例如说, 最后一刹那的蜡烛嘛, 因为最后一刹那的蜡烛的无常, 是很粗分嘛, 最后一刹那蜡烛的无常, 跟声音的无常, 虽然两个都讲无常, 可是声音蜡烛上的这个无常, 是我用限量就可以去了解了, 因为这个原理, 我用限量去了解, 我是不是可以推到说, 声音的这个原理跟, 最后一刹那的蜡烛的原理, 没有差别, 所以它的无常, 我应该可以用笔量推出来, 在透游这样子修持, 透游修持, 当我什么, 我有一天, 这一个正的声音是无常的, 这个笔量的序流, 会变成什么, 我们会变成是, 现正无常的, 所谓的圣者的智慧, 还有什么, 我们所谓的, 在现官专业论, 跟中官的我们例出什么, 比如说我说什么, 以苗为例, 是无地实的, 因为是缘起的缘故,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什么, 我们最常常讲, 镜子当中的影子为例, 镜子当中的这个脸的影子, 是无地实的话, 是我们什么, 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的, 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认知的人, 是我们, 我上次以前举的例子说什么, 你看, 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差不多一样, 说什么, 晚上如果去上厕所, 常常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一样, 那样子, 会觉得说, 诶怎么忽然, 因为常常我们说, 如果在晚上或者深夜, 想说, 诶怎么会有反光啊, 什么好像只有, 不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中心啊, 或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可是再看一下什么, 还是我自己下自己, 是影子, 我就知道说什么, 那个东西是无地实的嘛, 那不是真实的, 所以自己大家看到这个, 顺便提了一下, 你看,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说比如说, 当我了解了镜子当中, 或者窗户当中这个影子是, 不是地实的, 不是如同我所看到的, 是我, 我有错乱事了, 我认知错误的时候, 跟随而生的这个恐惧, 跟随而生起来的那种心理的不安, 是不是在刹那间, 一看之下, 那个恐惧跟不安就去除掉了, 那是什么, 你从源头嘛, 从源头说, 我刚刚看到那个影子, 也认为是真实有人的那一个的, 错误的想法, 被瓦解的时候呢, 是不是跟着这个随顺的这个烦恼, 随顺的恐惧, 随顺而来的这个, 等等的这个东西来讲, 他是不是跟着就, 不用偷有任何的努力, 他自己就消除了, 所以同样, 我们为什么说, 智慧, 是, 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呢, 因为, 当如果他把他看到我执, 或者说这种地时存在的执着, 可以去除掉的话呢, 因为这个执着而生起来的所有的恐惧, 烦恼, 贪心, 称心, 是, 不用再费别的能力, 他就跟着一起去除掉了, 所以刚刚讲的我们说, 那以苗为例, 是无地时, 因为以苗为例, 它是无地时, 因为它是缘起的缘故, 例如说, 镜子当中的影子的话, 镜子当中这个影子不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用限量, 像我们这种都可以了解的时候呢, 以这个限量为原理, 我说, 那苗啊, 万事万物啊, 所有的一切的法, 也是这样子的无地时的, 特有这样子而生起比量之后呢, 再不断地修, 再不断地修, 不断地修到什么, 到我们到见到的, 第一刹那的时候呢, 那就是什么, 那就叫, 陷阵了, 又陷阵了, 无我了那样子, 所以它从, 是不是, 从头, 是限量, 中间升起比量, 到最后也会再升起限量的一样, 那现在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好,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 比度音法的这个果正音的话呢, 以舌尖上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糖力为例,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因为有现在的糖味的缘故的时候呢, 那你要举, 你要举什么例子, 来作为我说那个同品欲啊, 推死啊, 那如果说是舌尖舌根, 那已经是我们现在, 不管你在舌尖上, 或什么在上额上面, 或在口腔里面,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真事了, 那没有帮助了, 那, 唯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你说手上的时候, 那手上的这个来讲说, 若有糖味, 只有糖色的话呢, 你怎么去了解那个糖味啊? 我说你可以说啊, 对啊, 我可以举出手中的这个糖味, 可是这个手中的糖味, 你要去了解的时候, 你要说若有糖味, 则一定有糖色, 或者若有糖味, 则一定有前一叉的, 前一叉那的糖味, 能生出现在的糖色的话呢? 这不是都是要用嘴巴藏吗? 这不是都要到嘴巴藏吗? 因为我说, 我们不可能你用看的, 就去了解糖味吧?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说太好了, 我说我去任何的一个商店里面, 我这样用眼睛这样看过, 我就全部尝到了, 我肚子就饱了, 我就不用再吃饭了那样子, 就可以来讲的话, 那如果你说手中的这个糖力来讲的话呢? 那手中的糖力, 虽然看起来好像蛮好的一个例子, 可是现在问题说, 那你要举出手中的这个糖力的时候, 你是如何了解说, 若是有糖色, 则一定有前一叉那的糖色,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对不起, 我刚刚讲说, 若是有了解现在的糖味, 则一定会了解, 前一叉那的糖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因为那个糖味, 是不是也是毕竟要透由舌上去尝试, 因为它是胃嘛, 它是胃, 它一定要透由舌上尝试的, 如果有了解的时候, 你就已经了解了真事了嘛, 你就已经了解了舌尖上的前一叉那的糖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所以, 第一个的疑惑, 或第一个问难说, 那这个彼渡音法, 如果是正音的话呢, 如果是一个果正音的话呢, 它的同品片一定要成立, 这个片, 一定要在某一个例子上面了解, 如果在一个同品域上面了解的话呢, 我们要举出什么样的同品域, 我们要举出什么样的同品域, 才可以让它去说, 它可以推出说舌尖上那样子, 因为好像说什么, 毕竟要透由了解舌尖上的这个糖味, 如果是有现在的糖味的话呢, 则一定有前一叉那的糖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好像毕竟要透由去了解这个真事的, 如果了解这个真事上面的这个片的话, 它就已经了解了这个比度所要了解的。 好, 第二个比较复杂的辩论的话呢, 这个是很多的祖师大德, 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说出来的不同的说法, 那我会跟大家讲,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的这个说法。 第二个问题, 应该会问的时候, 我想说我简单讲, 因为我们今天的环境, 因为在休马路的时候很大声, 大家会比较影响我简单来讲之后, 我们下个礼拜, 因为大家可以顺便思维, 可是我们说我顺便简单介绍之后, 我们就会停止。 因为我说大家听得也辛苦, 我讲得也辛苦, 我要好像我的声音要比外面的那种, 休马路的声音也要更大声的话, 听者也听得辛苦, 说法者也说法得辛苦, 那样子来讲, 我们就早一点停课的话。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应该说, 好,如果刚刚以上的那个说, 自在论识说的论识不是正音的话呢? 那到底它是尾音当中的, 哪一种尾音? 它是相尾音? 还是不定音? 还是不成立音呢? 他这边就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说法了。 在于, 当然不可能是相尾音嘛, 因为不是相尾音嘛, 不是所谓的相尾音, 不是说若是有糖味, 一定没有糖色, 那那个一定不是相尾音。 可是在于说它是不定音, 还是不成立音的时候呢? 这个就有很大的疑惑, 也有很大的辩论。 那我把我们两边的说法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们下个礼拜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大家可能会, 我就不说, 我先不说我的想法或者什么来讲, 可是我先跟大家讲。 在这边来讲的话, 福生大师在他的四量论的解释, 说了说什么, 那以舌尖堂力为例, 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这个缘故呢, 他说这个叫做什么? 他这个叫做不成立音啊。 他说, 这为什么叫不成立音? 因为他说, 不仅仅这个论事的统品片不成立, 连中法都不成立的。 为什么不成立呢? 因为福生大师说什么? 他说, 若是以排除法来算的话, 他说什么? 慢慢说, 因为若是了解有糖味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了解有糖力了。 如果是有了解糖力的话呢, 一定也会了解到糖色。 所以说什么呢? 他说, 若是了解了糖味的话呢, 就一定会了解糖色。 所以这叫做不成立音, 中法不成立, 因为若中法成立, 则一定对所要证明的不存疑惑了。 可是我们在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 如果说, 如果了解糖味的话呢, 为什么就一定会了解糖色。 如果了解糖味, 就一定了解糖色的时候呢, 这会有什么过失? 这会有什么过失? 这会说, 那你不应该说, 这个论识能伸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笔量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不是依靠这个论识, 伸出两个笔量了。 因为你在立出原因的时候呢, 你证明, 你证得说, 糖历上有糖味的时候, 你也证明出有糖色了。 你就不用再说, 我是依靠着刚刚以上的, 如果说什么, 以糖历上为例, 有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伸出现在的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因为你证明在中法证明的时候, 有糖味的时候, 你就证明有糖色了嘛。 因为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你说, 刚刚福生大师说, 若是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这为什么不是一个, 这为什么应该说不是正因, 因为它是一个不成立因。 为什么是一个不成立因呢? 因为是中法不成立的缘故。 为什么中法不成立的缘故呢? 因为若了解糖色, 若了解糖味, 则一定了解糖色的缘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已经了解糖味, 则一定要了解糖色的话呢? 你把它换过来, 你把它换过来说, 那以糖历为例。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伸出现在的糖色。 因为有现在的糖味, 我们说这是正因, 它伸出两个不同的比度。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伸出现在的糖色, 是第一个比度。 第二个是什么? 有能力伸出有现在的糖色的比度的话呢? 我们应该说什么? 不应该是依靠着这个正因而伸出比度。 为什么? 因为在中法的时候, 就已经伸出来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你说不骗, 没关系的话, 那我应该说, 这个论识能伸出三个比度了。 我也可以伸出有糖味的比度啊。 对不对? 我说以舌尖上为例, 前一刹那的糖色,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伸出现在的糖色。 因为有现在的糖味的缘故的话呢? 我为什么不会说, 这个论识, 一直这个论识, 我伸出三个比度了。 我伸出了有现在的糖色的比度。 我伸出了现在有糖味的比度。 我现在伸出了有前一刹那的糖色。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伸出现在的糖色。 这三个比度都升起了。 我们应该不会说, 我是透由这个论识升起说, 现在有糖味的比度。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中法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嘛。 就像我说什么? 我说, 声音为例, 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 我不会说, 我是依靠着这个论识, 伸出正德, 声音是有违法的比度嘛。 对不对? 我是说, 我依靠着这个论识, 是我伸出了证明, 声音是无常的比度。 那可是如果你刚刚讲的, 如果是有了解糖色, 则一定是有糖味的时候, 是不是在中法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了解了, 有糖色了。 所以就已经, 对于所要证明的这个比度, 已经升起来了。 就不应该说, 我是依靠此论识而生出了。 这是第一个辩论。 大家, 如果没听很懂, 没关系, 我们会, 我至少一定会, 还会再过, 再把这个辩论说出两三遍。 这个, 这个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快, 就马上了解我在说什么。 可是没关系, 我先说, 看大家如果有机会, 在家里的话, 可以复习的话, 我们再复习那样子。 那, 第二个论识, 或者第二个问题是说什么。 我现在, 大家不要误会我, 我说以后, 我说,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以后, 如果我们去学习经典的方法, 不是说我对福贞大师的论点, 或者我说他的宣说, 我起疑惑, 我想要去检测, 我就对说什么, 对福贞大师是大大的不敬。 应该反而是说什么, 是这样才表明我是对福贞大师的, 大大的恭敬, 反而应该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是福贞大师说出了这么的明确的这种的说法, 可是我在我内心当中生起疑惑, 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福贞大师的奥妙, 或者没办法了解福贞大师的意思的时候, 我要投由这样去检测,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学习的精神, 因为很多人说什么, 如果我对我的师长, 我的善知识所说的, 如果大家把我看成像善知识, 对格西所说的我起疑惑了, 我要去检测, 这个是你棒法那样子, 你是大大的不敬的话呢? 那是对于学习佛法, 对于学习, 特别是对于学习阴影的最大的障碍, 跟最大的去断除自己的智慧的方法, 应该是说什么? 因为我自己在内心当中起了疑惑, 我内心当中, 好像我是听到格西这样子跟我说, 好像我看的中大师, 或者福贞大师的经书, 是这样子讲, 但是, 可是我起了那种的, 那种很大很大的疑惑, 我没办法了解, 为了要把我内心当中的这种所谓的, 不了解, 疑惑, 乃至颠倒之, 要去去除掉, 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我不可能说, 上次你说的就是对了, 我就把我内心当中的疑惑去除掉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有一个什么事, 我去做检测嘛, 我去把各个方面, 说人家的思维, 或者人家这样的思维是怎么样的方法, 我的心虚为什么不能跟这样子来讲, 我说, 这样子才有办法说, 对我们的烦恼, 对我们的心虚的我知, 有一点点动摇嘛, 我说, 透由经书, 透由师长, 透由祖师大德, 透由乃至佛陀的, 这些经典的, 我一一一去看, 我把我自己, 为什么, 我的执着, 我的看法, 我的, 对事情的反应, 为什么跟这个不一样, 或者我要怎么样去改进, 我要从哪个地方, 开始让它冻结, 瓦解到, 这才有期望说, 把对烦恼来讲, 或者我说我们到, 最后我每天祈求到, 那种, 天荒地老的时候, 我说, 这样子的方法, 烦恼永远也不会动摇, 反而可能, 烦恼的增长会更为真胜, 都不一定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明明有这个疑惑, 你说我不能去检责, 我不能去问, 烦恼这个无知, 或者这个颠倒之, 是不是可能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真实, 一定就是要说, 我们去问, 所以我们说同样的, 我为什么没有马上跟大家讲,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都会, 你看大家都会给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去思维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去, 特别在我们在学英明, 或者英类学的时候, 一定要去动一下脑筋, 去思维, 如果没有去动的话, 没有去思维, 我说实话, 我们不去学英明, 不去学英类学也, 对我们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这个, 没有办法起他的作用了, 大家, 我知道也很复杂, 好像颠三倒四的, 这样的翻来覆去, 可是他就是要这样子去思维, 来做, 还有更多的疑惑, 如果我们在同情善友, 可以问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说嘛,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面, 大家可以随时在, 我们这个英类学的这个群组, PO问题, 只要有时间, 我们会尽量的去回答那样子,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说两个疑惑, 大家来讲, 简单来讲, 第一个是同品欲, 这一个论识, 就是刚刚以上, 我们讲, 如果这个比度因法的果正因, 如果是一个正因的话呢, 它的同品片一定要成立, 同品片一定要成立的话呢, 它一定要有一个同品欲, 那同品欲请取利, 第二个是说, 那自在论识刚刚说的, 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我们至终说它是一个, 那不是一个正因, 那如果不是一个正因的话呢, 到底是尾因当中的哪一个尾因, 如果尾因的话呢, 我就说, 有一个说法是什么, 是福生大师说, 那叫不成立因,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叫说, 因为在福生大师的经书里面来讲, 他是说, 他用的用词很奇妙, 他的用词到最后就是什么呢, 因为以排除法, 我把别的可能都排除, 说它也不可能是作为, 相为因, 也不可能作为不定因的时候, 所以只好以排除法说, 它是叫不成立因, 那如果是不成立因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我就会, 我们最大疑惑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原因, 或者他的说出来是什么, 因为如果了解糖味, 一定会了解糖色,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 那他为什么说, 如果是了解糖味, 一定会了解糖色呢, 因为他是说, 如果了解糖味, 则一定会了解糖, 或者糖力, 如果你了解到糖的时候呢, 你就一定会了解到糖色了, 这个没办法分开的, 这是一定的时候呢, 那, 可是这个很大的一个疑惑, 或者很大的那种, 来讲说什么, 那如果你刚刚是这样子讲的话呢, 如果了解糖味, 就一定了解糖色的话呢, 那你刚刚你也等于说, 你自己砸自己的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彼度因法的果真因, 可以依着此真因生起, 两个不同的彼度, 一个是什么呢, 是现在的, 前一刹那的糖味, 有能力生出现在的糖色, 这样的彼度, 以及跟着什么, 现在有糖色的这个彼度, 两个这样生起, 那应该讲说什么呢, 你这个第二个彼度, 应该没有生起, 为什么, 因为你了解糖色, 你了解中法的时候, 了解糖色, 糖味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了解糖色了, 所以这个第二个彼度, 不应该生起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惑,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惑, 那大家可以去思维一下, 有第三个一个疑惑是什么呢, 第三个疑惑, 那你说, 你如果了解糖味的话, 就一定了解糖色, 是什么, 因为你了解糖的时候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了解糖的缘故呢, 那我说什么, 那你应该这个比量生出的是, 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了解糖味的话, 你就一定会了解糖色的话, 那你应该也要了解糖的触觉, 也要了解糖的香气, 也要了解糖的什么什么等等, 都要了解的话呢, 不仅仅应该只有说是糖色,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说一个, 你是依靠着一个正因, 升起两个比度的话, 应该不只是两个比度, 是三个比度, 四个比度, 五个比度, 六个比度, 都可以升起的话呢, 那不是这个同样的过失产生了, 所以呢, 我再把第四个来讲, 所以我说, 所以我们在我们惹对的, 惹对式的因类学里面当中, 讲说什么呢, 他说, 那有糖色, 因为有糖味的缘故, 他不是不成立, 他叫不定音, 他中法成立了, 可是不定的, 那样子说,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糖色跟糖味, 或者糖味跟糖色, 是没有一层关系, 他的同品片不成立, 异品片不成立, 他这个来讲的话, 中法是成立的, 这有一个所谓的, 不定音的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在很多不定音的分类, 我们都还没有说出来, 我们不定音的分出来, 大家就先种一个音, 先种一个音, 在不定音的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之后再介绍不定音的时候, 我们会再把这个拿出来, 因为我想说, 不定音的分类有很多的分类, 我们现在解释的话, 大家还没有办法去了解真正的它的原因, 也跟我们以前在变音场不一样, 不是这样的随便变, 可是我们在不定音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说, 不定音当中里面有所谓的分类, 和这个是哪一个分类里面, 我们在那个时候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去说出来, 它是跟这一本的分类里面的比较不太一样, 这本里面的不定音只有分出什么, 它有一个叫做正音的不定音, 跟相为音的不定音, 可是在忍对的这个音类学当中里面, 它说有正音不定音, 就是它缺了一个条件, 它就变成一个正音了, 它有一个叫做相为音的不定音, 它差一个条件, 它就变成相为音了, 可是这个说什么呢, 它说以唐力为, 神经上的唐力为力, 有唐色, 因为有唐味的缘故, 这叫什么, 这叫这两个以外的就是正音的不定音, 跟相为音不定音的二者以外的第三者不定音, 这个是在我们这本的洛瑟林的这本的音类学, 以及福生大圣里面的音类学都看不到的, 它都没有立出, 这是我们在忍对诗里面的音类学里面, 它说有一个第三类的, 叫做第三类的不定音, 所以先跟大家讲, 大家以后怎么承许, 我自己偏说什么, 我常常还说, 因为刚刚大家看到, 跟着福生大师的这个承许的话呢, 是有一系列的问难, 或者有一系列的很多的这种的困难去检测, 有时候我还发现, 我在这一个地方, 我比较偏向我们人对诗的这个说法, 说什么有一个第三类的一个不定音, 因为我说, 如果有了解唐位的话呢, 没有原因说一定要就了解唐色,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了解说, 如果是了解唐位, 就一定要了解唐色的时候, 又碰到那个刚刚的过患, 就说, 那你说, 你依这个正音, 撑起两个不同的笔度的话呢, 你这个也不成立了。 好, 这个笔度音法的果正音的时候, 这个的确是比较复杂, 大家不要因为说好像我们乍听下, 没有听得很懂, 就放弃, 这个我跟大家讲说, 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去思维, 在去讲, 我可以说, 我前面的一两年, 两三年, 都是我会辩论, 我会辩这个, 我可以把人家变得稀里哗啦的, 可是, 真正的里面的这种的奥妙, 或者真正里面的辩论来讲的话, 是花了很多年之后, 他在很多次的, 赤量论的辩论, 去听啊, 辩啊, 思维啊, 乃至在考格西的时候, 跟我们这个同行善友, 在互动的时候, 真的来讲的话, 真的对经书有比较多了解, 所以, 我现在回想起来啊, 因为我以前, 我也会有一个错误概念, 我想说, 那个, 顺便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在说, 那考格西, 也没什么西汉那样子, 我说, 嘴巴说得容易了, 嘴巴上说得很容易了, 他以前也会觉得说, 可是我说, 我回想, 我真的回想起来, 我说, 我在准备, 跟正式考的, 这个算七年当中啊, 我说, 我对经书的自己的熟悉度, 跟去教导别人, 跟把我整个, 再一次的把五无大论看过的时候, 我说, 那个七年当中是, 我觉得, 对我在经书上面的认知是, 最圆满的, 或者最, 最清楚的去, 去, 可以说的, 我说, 那时候我对经书的, 我说, 我不是在夸自己的, 不是说大话, 几乎说你引进去的, 我可以说, 你是在哪一个版本的, 哪一页的, 哪一行, 我可以从, 背出来给你那样子, 是看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呢, 可是, 很多人说, 那个没什么, 那只是考试而已的话呢, 我说, 好, 你有能力去做, 你自己试试看啦, 你自己去做做看, 你就知道说, 这个来讲, 真的, 我以前也会觉得说, 那只是考试, 或者是不是只是来讲, 自己回想起来, 真的是听老师的话, 和听我们的以前来讲说, 因为我们一般是初学者, 纵使你以后有时间, 有体力, 有来讲的话呢, 没有外在的东西,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推述, 我们自己去了解, 这么来讲, 那时候因为有考试的压力, 有自己同行善友的辩论, 等等的时候呢, 我说, 一心一意就是在学习, 经书的, 我说我相信我在这一辈子当中, 也没有再有机会可以像, 那个七年的这么了解, 可是什么, 现在的职责又不太一样了, 现在是什么, 是对经书的这种的融会贯通啊, 他要跟大家描述的一清二楚, 我觉得因为, 因为也是大家的缘故, 又让我来讲, 对经书, 我自己受益的也非常的良多, 就是说, 怎么样把很尖色的, 很硬的, 或者乃至说我们碰不了的, 或者大家不敢碰的这些的意思呢, 再用一个, 尽量的用一个比较容易的, 尽量的比较用我们国语, 或者尽量用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的方法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 这也让我在经书上面, 或者来讲, 有另外一层的了解, 要怎么样说, 我不是只是用专有名词, 我不是只是用经书里面所说的, 而是说, 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就像法真论是用不同的欲啊, 很多的那个颜色啊, 形状啊, 糖啊, 味觉啊, 火啊, 烟啊, 去做这个例子来讲, 同样我们要再怎么样用, 在21世纪, 在现在的这个方法来讲, 是因为大家的缘故, 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维说, 我们怎么用把法, 可以让大家去了解, 和可以有受用到这样子, 所以也是大家的恩德, 大家的功劳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到这边, 和大家如果要真的了解到音类学的话呢, 大家请一定要回家, 我们可以我们, 你看我给的问题不是很多, 和我以后也不会给太多问题, 和每一个每一个单元, 我想说每一个关键我们慢慢慢慢来, 慢慢慢慢来, 慢慢慢慢来, 因为这个里面它牵扯到了很多有关, 适量论的东西, 我们要把很多的适量论的这种的, 背后的, 的因缘, 或者这个辩论, 或者它的思维在哪里, 我们在经书, 比如说我在试院教授, 我根本不会介绍这么多, 我就是说辩论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边的很多的, 这边你要小心, 这边有坑洞, 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讲, 我们都要去讲的时候, 我相信我说我们, 慢慢一步一步慢慢来, 因类学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因类学, 等于是把, 适量论的前面的第一品, 的语全部包含在里面, 跟第三品, 第四品里面的很多的, 在讲尾音的这个部分, 也都, 收纳在一个简单的因类学, 虽然它是因类学, 只是在讲因类学, 正因尾音, 可是因为这样子, 而可以发扬, 或者说把它, 引申出去的话, 这个引申的是, 无量无边的, 像我们, 我举,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举一个例子, 像你看, 我说, 我们讲到的, 三音像, 果正音, 自信正音, 不可得正音, 等这些分类的话, 如果我们在三大四, 本身在学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 前面的七年的时间, 在, 冬季辩论的这个, 适量论的时候, 都是花, 就是在这个单元, 就是在前面的, 可以说什么, 在适量论的前面的, 两个寄送, 两三个寄送, 就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在那边, 探导什么叫做, 三音像, 跟三音像的之后, 正音, 正音的这三种分类, 这个就花了六七年的时候, 所以, 我们, 这个如果去解释更广的话, 它有很多很多可以去解释, 搜射起来的话, 简单的搜射在音类学这里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和大家请回向。